所以接下来听行 请看92页第25行 超越第一类的念头 恶念 可能有时候会比较粗 所以我们用念头用初中系来分 第一个恶念是最粗的 第二类是中的 有些人恶念比较少 善念也比较少 有些人呢像先生一辈子心都很好 你说他做坏事也没有 你说他有好念头也没有 可是你要问你自己 有没有细微的念头 就是悲伤后悔或是懊恼 所以念头每一个阶段 都有分初中系 在禅修里面 假如你觉得你克服了 善念与恶念很好 接下来譬如说 我没有学佛之前脾气很坏 现在我很有慈悲心 很好师父恭喜你继续努力 再翻过来93页 有时候你没有生起恶念 可是你会执着细微的善念 接下来有时候你善念和恶念都没有 可是你会落入一个空荡荡的悲伤的念头 所以有一类的人也会说 师父我禅修真的不错 然后我跟他谈了 他真的也修得很好 可是他每天就这样做着 呆呆的 我说事实上你这是无忌 并不很好 你没有菩提心也没有菩萨行啊 他说师父我就很清静啊 对不对 每天都是这样 我说无忌的话将来是不好的果报的 还有你再更细微一点的话 你会看到念头的时候 你会有悲伤的念头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假如你碰到家人 有悲伤的念头或忧郁症怎么办 注意听 抓着他的双手在佛像面前念四红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念七遍 连续念七遍 早上七遍 晚上七遍 连续一个月不要中断 因为发菩提心的功德是很大的很大的 我再讲一遍 这是真的有用的 我试过 尤其是你将来在闭关的时候 你会知道一句的力量会震动整个世界 你现在要练习 你可以抓着他的手 他不会念也没关系 你叫他用听的 弟子某某 带妈妈或爸爸发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假如他有佛像或佛侃 你就叫他简单这样 问训 连续念七遍 早上做一次 晚上做一次 连续做一个月 都不要中断 那这菩萨经的功德啊 就会升起 还有一个 你可以教他今天教的太阳的观想 或中间捧水晶球的观想 其实太阳跟水晶球的观想 除了意念的功德之外 其实就是专门要对峙这一类悲伤的念头的 这是非常有用的 好 那我要回答问题 师父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对于过去式的祖父 祖先做超度 诵经念佛有用吗 答案是有的 只要你很虔诚的 而且有大悲心为他做 而且不是只有做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无量节的这个业力啊 不会因为一次就解决 但是最重要是你的虔诚心跟大悲心 师父 请问北传的观点 我们不会说法师是某某菩萨的化身 可是在藏传佛教里面 常常会听到我们说某某仁波切 某某上师是菩萨的化身 为什么呢 这有什么标准 很好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个很重要 我详细回答 在显教里面 我们不会讲这是某一个佛菩萨的化身 在楞严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特别叮咛 释迦摩尼佛灭度以后 所有的与会的大菩萨 大阿罗汉 乃至释迦摩尼佛本身 都会有千百亿化身 一直来度众生 乃至于在梵网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都亲口说过 事实上释迦摩尼佛已经来了 八千次度众生了 佛是常常来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在显教里 释迦摩尼佛在楞严经里规定 为了在末法时代 正法不要被外道混淆不清 假如圣弟子真正是佛菩萨化身 举个例子 他假如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话 他不会让你知道的 绝对不会 观音菩萨应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未说法 他会献比丘身 也会献比丘女 也会献在家居士身 也会变同男同女身 那假如他被人家发现的时候 他就必须离开这个世间 这是佛的规定 佛制的大悲心的戒律 佛为什么要制这个戒律呢 是告诉你 你的身份曝露以后 你就得走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有很多是佛菩萨的化身 比方说永明言寿禅师 就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五台山的寒山跟石德 就是文书跟普贤再来的 当他被发现的时候 他就走 这是大乘的标准 所以从这个标准来检查的话 大乘里面 假如他讲 某某佛菩萨的化身再来 讲了又不走 那表示他是假的 了解吗 你要依佛的经论 那为什么金刚乘里面 会特别强调呢 他的真正的目的是 应该保持清静的传承 原因是金刚乘里面 他的系统跟我们不一样 举个例子 假如上师跟仁波切 今天为你灌 四壁观音的灌顶 他一定会跟你说 我的传承是从释迦摩尼佛 一直传传传传传传 没有间断 non-broken lineage non-broken lineage 没有间断的这个 没有中断的传承 一直传传到我的上师 然后上师传给我 表示说 他是一直连续不断的加持 所以他今天有资格来传你这个教法 所以从这个角度 藏传佛教是要保持清静的传承 所以他有两类的情况 第一 真正是佛菩萨的化身 比方说 尊贵的达赖老妈 就的确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尊贵的大宝法王 从第一世到现在转世 十七世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你不用怀疑 你也不要去测他 你要是怀疑的话 你要是对法王不恭敬 他是会教训你的 因为他的的确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有他的功德力 这是第一类 所以为了保持清静的传承不中断 的确佛菩萨都有千百亿化身来 然后呢 让这个传承一直延续下去 他们做了一个辟语 叫黄金般的念珠 每一颗念珠 哪一颗念珠都是佛菩萨 一世一世的化身 然后呢 中间有传承 the blessing of the lineage 就是现 所以他所有的念珠都不会中断 第二类呢 是他不一定是佛菩萨的化身 但是他真正的羞耻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比如说他现在 虽然是一个小老妈 慢慢修了呢 变成一个康部 最后变人波切 他很认真地修大悲观音法门 对不对 真正的羞耻 羞耻到他在正物当中 见到了观世音菩萨加持 那他也可以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 因为他自信的观世音的功德也显现了 举一个例子 主望仁波切就是这样 在新加坡过世的主望仁波切 对不对 他就是真正用功念过十二亿的 所以他现身呢 他没有炫耀 但是他定中常常见观世音菩萨 那他自信当中的大悲心也显现 所以你也会视为 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所以这两个并不冲突 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我总结一下 在显教里是不可以暴露身份 因为暴露身份呢 怕你有娇慢 供高抹慢 想要得到供养 假如你暴露了身份 那你就要一定离开 可是在金刚乘里 是因为保持清静的传承 所以有一类是真实佛菩萨的化身 第二种 他虽然不一定是佛菩萨化身 但是他很认真的按照观音法门去修 最后呢 观音菩萨现前为他加持 所以他自信的大悲观世音也现前 所以被视为一个很好的上师 所以什么叫仁波切 仁波切会是人间的一个珍宝 可以引导你走上成佛的道路 这才叫仁波切 仁波切不是乱乱叫的 你叫我法师就好 不要叫我仁波切 因为我不想做仁波切 我只是一位法师 我是有大乘跟金刚乘的传承 可是你叫我新红法师也可以 你不用叫我新红上师 还有更不要叫我新红上人 不要乱乱叫 学习佛法你要懂 叫的要得体 下面 师父请问如何保持菩提心在下一世不退转 发心受菩萨界 精进的每天发愿 还有精进的修持 我再讲一遍 一发心受菩萨界 我知道新加坡人比较少受菩萨界 我也公开鼓励过 不过要看这个国家的福德因缘 有些的莲友甚至飞到台湾去受菩萨界 我们在台湾 十个莲友里面大概有六个到七个都受过菩萨界的 听好菩萨界要三个师父受 不是一个 所以你得发愿 尤其是很多老菩萨 假如你断气了 你说师父啊 你来医院看我 我帮你归一可以吗 可以 我会满你的愿 我也曾经呢 很努力的帮助过众生 若有众生在灵命中断气 而我的因缘做得到 我会愿意帮他归一 可是灵命中的说 你说师父你帮我受菩萨界 不可以 菩萨界要三个师父 我不可以骗你 我骗你的话 我自己会剁地狱 你也得不到菩萨界的戒体 所以各位要发心 第一个受菩萨界 第二个 周夜精进的修持 第三个 每天发愿 愿我生生世世都遇到三宝 愿我生生世世都遇到好的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都行六度波罗蜜 你常常这样发愿 你来生 你就一定还会遇到佛法身 佛法身三宝 第二个 师父坏善根是什么意思 善根的意思就像树根 做个比喻 树根你做很好的栽种 那根就会长开花结果 假如各位有看不过 有些树根它是会长植物病的 植物病的有很多细菌的时候 那树根烂掉的时候呢 那你的树就会长得不好 而且会枯萎 所以这里的坏善根是说什么呢 你第一个 舍弃了三宝 这叫坏了你的善根 你本来皈依三宝的嘛 做三宝的弟子 你觉得三宝是万事的明灯 可是现在呢 因为你的邪见啊 或恶业现前啊 或遇到恶友 你就放弃三宝 这样坏善根 第二 毁谤三宝 这也是坏善根 第三个 毁谤其他中派的正法 也是坏善根 第四个 破戒也容易让你坏善根 假如你不小心破了戒 你可能懂得忏悔 那你的善根还是会恢复的 所以什么是善根 对三宝有信心是善根 对戒定会很欢喜的 是修学 也是善根 善根有很多种 师父 下一个禅修的时候 假如我听到 好像 像非人呢 会吓到的声音 怎么办 心中念 观音菩萨吧 on mani be mi hon 也可以 声音有时候分两类 第一 是你心中的幻觉 假如是来自于 心中的幻觉 那你不用怕 那只是恶念而已 当然有时候 你可能会到某些地方 比如说到坟墓啊 或到黑暗的地方 你就说 师父 我的的确确听到一些 奇奇怪怪声音 没关系 你心定起来 你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或念六字大名咒 你心上升起大悲心 他们也会得到利益 而且他们也不会伤害你 好 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 关于梦境 我就知道 我昨天讲完梦 就很多人会问梦 看来我应该开个店 不专门想帮人家 补卦的跟看梦的 没有开玩笑的 我不会做这个 师父 我梦见 我盘腿在一个大石头上 有很多动物 狗跟猫靠近我 可是当我要摸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不见了 请问这是不是过去的 恶业与恶习所造的梦呢 我还曾经梦过几次不同的动物 答案不一定 要看你的觉寿 看你的感受 注意听 有时候我们梦见 假如像这位居士问的 我坐在大石头上 表示你的心在修禅地 然后我梦见很多猫跟狗靠近我 对不对 假如你觉得恐怖不安 像鸡皮疙瘩这样 那就是恶业 假如你觉得这些狗啊猫啊 是很高兴啊 该靠近我的话 那我猜啊 可能你当过猫跟狗吧 而且还当猫王跟狗王吧 你跟他有缘 你曾经呢 是这个动物里面的团体 the leader of this group 那他来靠近你 是因为你今天投胎做人道 你是佛弟子 你在学习佛法 其实他也是想学佛 所以假如你觉得恐怖不安的话 这样才会说 这是他的恶业或恶习 假如你的感觉是很舒服 很宁静的 他们靠近你 你却欢喜心 用佛法帮助他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 但是你自己也说了一个答案 自问自答 师父 我当要去摸他的时候 他们就不见了 答案是 好梦跟坏梦都是虚妄的 从你这个梦 你自己解释里面可以达到 所以好的东西跟坏的东西 不要去执着 那假如你梦过 有好几次的动物是不同的话 那表示呢 你可能 不止一世多若多 畜生到吧 应该是很多事吧 真不要丢脸 佛陀在本身经理 每一个人都在六道轮回里面住过 所以不要去难过 重点是 你要有慈悲心 第二个 你要知道 好的梦跟坏的梦 都是假的 不是真实的 接下来 假如下次你们做梦 听好 你就静坐念佛 请问这个梦 给我什么启示 What kind of inspiration which I have to learn from this dream 这个才是重点 不是每天啊 很急的 哎呦我今天又发梦了 明天又做白日梦 你怎么这么忙啊 度众生都没有时间 每天在做梦呢 我说梦只是你心的显现而已 好梦跟坏梦都是一个真兆 梦到佛陀上也不要太高兴 表示佛法是真的 也不用去炫耀 像你的梦呢 假如是恐怖不安的觉受 也没有关系 每一个人学佛的过程当中 尤其前几天跟前天都说过 在送地藏经的过程里面 都有恶业颤除的像 也有好的真兆的像 好的跟不好都是假的嘛 举个例子 你在梦中 假如你做了这个 一个国家的国王 你又怎么样呢 梦你很高兴啊 甚至你是很漂亮的皇后啊 又怎么样 你是假的皇后嘛 你是假的国王嘛 那你就让他过去就好了嘛 了解吗 所以注意听 梦只是一个检查的真兆 当然你可以请教善知识 请教有禅修的人 但答案是什么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不管你碰到好梦跟坏梦 你不能判断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 合掌念般若心经 念二十一遍 四十九遍 甚至一百零八遍 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生 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度 一切苦恶 你就这样子念 一直念 空性的声音 会让你去判断 这个梦是跟真跟假的 这是我今天要回答的 好 今天时间有一点晚了 我们请合掌 跟我念四句记的回向文 就可以了 明天是最后一天 我会对大家加念 乐章吉祥经的发愿文 那这样的话 讲座就结束了 所以今天有一个功课 请九十三页到九十七页 全部给我看完 希望你真的很用心看 我不敢说我很好 但是师父真的是用尽我的生命 跟体力而准备的讲座 希望你好好珍惜 我相信你这一生 也不太容易听到这样的讲座 对念头讲这么详细 我要感谢很多 我教过我的老师 不管是大乘 或金刚正的老师 所以希望你认真的学习 假如在念头上 你有问题 你还可以 写问题给我 那因为明天只有一天 所以新加坡的联友 不要 don't make too much complain ok 可怜的师父啊 很可怜 你看头上长这么多青春痘啊 所以假如你的问题 是很personal 一般我会答公众的问题 希望你留下电话跟姓名 然后呢 或许我在讲座结束的 过一两天 我会打电话给你 我不会在乎电话费 我会很真心关心你 对不对 所以我说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应该掉什么 都掉一个mobile phone跟computer吧 对不对 我也尽力的在努力 好不好 好 请翻开讲义93页 今天是这个讲座的最后一天 经文的部分 我已经进行结束了 所以现在我们继续讲 禅修 第四类 宁静的念头 请看93页 第四行 那各位若还有问题 请在八点半的时候给我 请工作人员辛苦收集一下 那我会尽量的答 好 请专心看 宁静的念头 经过前面的所谓的恶念 善念 接下来有悲伤的念头 悲伤的念头 大部分是会在你业力线前 或者是 业力线前 或者是闭关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出现 接下来一步一步一步的超越以后 你就会进入到第四个宁静的念头 宁静的念头里面呢 最重要的呢 你的心不会再起起伏伏 英文讲 up down up down 它的起伏会比较少 就像我做的辟语三个 在久住心里 第一个 waterfall 你在像星象瀑布 这时候当你进入宁静的念头的时候 你的念头会像 flowing river 流动的河水 它是在平静的河流 平原上面流动 当然也有流得快 或是流得慢 所以你的心会越来越宁静 就在这种情况当中 你还是会有一些情绪的 比方说 当你不高兴的时候 你还是会变成非常的情绪化 very emotional 可是当你在情绪变化当中 请看幻灯片 只观它还是有产生微弱的力量 在93页第11行 纵使你的心今天还是变化 但是你还是有止观的力量 为什么呢 只是止观的力量 敌不过你的烦恼 注意听 为什么说止观还是有力量呢 假如止观没有力量的话 你是看不到自己的念头的 你连你自己悲伤的念头 你都看不到 我常常做一个比喻 我们的念头 刚开始是零对九十 比如说你的正念只有零分 你没有学佛的时候 脾气很坏啊 对不对 脾气很暴躁啊 很急啊 你的妄念是十分 接下来你慢慢升起了一个正念 一分 那你的妄念就九分 所以是九比一 你继续再用功 就变成八比二 再来用功就七比三 这时候还是很痛苦的 虽然是佛教徒 还是满脑子都很痛苦的 为什么对 因为无量节的业语烦恼 还是很强 一直要用功到呢 六比四到五比五的时候 最苦 为什么 正念五分 妄念也五分 你明明知道呢 不可以要杀到阴望九 可是你看到境界的时候 你就又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那时候只有继续用功 继续再用功 等到你的妄念呢 是四分 正念有六分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进入宁静的念头 假如以数字来比喻 这时候呢 你比较容易控制自己的念头 所以我再讲一遍 直观是真的有力量 因为直观若没有力量的话呢 你是连善念跟恶念跟悲伤的念头 都是看不到的 诶 镜子怎么不见了 擦一擦 他把镜子卖了吗 对 可不可以快一点 对 师傅要举个例子 所以 就像 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任波切 也是我的老师 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各位看 在你的讲义里面 93页第17行 比方说 在台北淡水水的水河 流过很多河流的时候 平常的水是污浊的 你在河边一般都去干什么 钓鱼 可是呢 其实啊 因为水是污浊的 平常都流得很快 你是没有看到鱼的 突然 前几天 台湾也有台风 台风来啊 刮风啊 下大雨啊 甚至呢 台北呢 也停课一天 因为全台湾都在暴风泉 结果呢 就把肮脏的东西通通刮了 等暴风雨停的时候 你到河边去看 哎呀 怎么这么多鱼啊 其实本来就有鱼 你没有看到而已 本来呢 平常的时候 你根本都没有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鱼啊 它是在污水的底下 你平常只看到污水 所以当暴风雨过了以后呢 它把这些肮脏东西吹掉以后 你才看到更细微的 这个批鱼是什么 批鱼是说 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心在很混乱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自己心中 更深的念头 也看不到水中的鱼 也就比喻 看不到我们心中 更深的念头 假如你透过了禅修 对不起 它少了一个字 透过禅修 请你加上去 就是三页第二十二行 透过禅修 加一个修子 对不起 打字的时候漏掉 你虽然你的善念 恶念悲伤念 挣扎的念头呢 像狂风暴雨一般 但是雨过天晴的时候 你才会更清楚看到自己 更深沉的念头 所以这就是禅修的功德 也就是禅修的力量 所以 只观是真正有力量的 不然你是看不到自己的念头的 一般人在 恶念 善念 或悲伤 这三个念段 他会静静退退 有时候你修得很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念头不错 可是下个月老板骂你的时候 你可能称心就非常的强 下个月呢 小孩子烦你的时候呢 你悲伤的念头也很多 所以你的念头是很不容易控制的 所以因此 只有你继续一直用功 没有什么方法 就是很老实地继续用功 然后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时候 只观啊 它才会真正产生强大的力量 所以 以宁静的念头来看 配合上面所说的 动静 非动跟非动 非静的空隙当中 你要懂得控制自己的念头 假如以净土中的角度来讲 假如你能够修到第四个阶段 宁静的念头的话 那你在行住坐卧当中啊 你都是绵绵密密的 阿弥陀佛的佛号 纵使你嘴巴不动念头 念阿弥陀佛 或是脑筋想阿弥陀佛 你的心啊还是很宁静 为什么很宁静呢 阿弥陀佛的名号就翻成 无量光 无量寿 简单的说就是 无量的觉悟嘛 什么叫无量的觉悟 就是心里清清楚楚 外面也是清清楚楚的 好 这个叫静念相继 好 现在有一个连友问说 师父怎么样才让自己的心 不要起心动念 也就是心不要动 答案是 我不是叫你不要动 不可能的 你可能没听懂 这位连友专心听 你问的问题很好 可能大家做工很忙 你不一定每天连续来 很好 注意听 师父教你各种 眼耳鼻舌生意的常观 重点是什么 你的心不要散乱 很专注 清清楚楚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你可以写下来 很专注 不要散乱 很清清楚楚 这才是要你修的 你心不可能不动的 你心一定会动 你不动的话 我问你 地板的石头不是 生生世世都不动吗 那柱子不是不动吗 可是柱子跟地板 不会成佛啊 为什么 它没有念头 No consciousness 所以听好 叫你心不要动的意思 是叫你心很专注 因为我们的心都是跑来跑去的 知道吗 就像你现在听我讲经 你如果还没有很专心听 你呢还是想昨天 想明天 你的心还是在跑的 你一直不察觉 所以禅修有三个 第一个要很专注 你看前面的法轮的时候很专注 听声音的时候很专注 而不是说听声音的时候想 待会呢 我要去给浪吃榴莲 你看你的念头就跑掉了 你的心是散乱的 第二个 不散乱 不散乱要专注 还有不散乱 还有什么 清清楚楚 这个才是要禅修的 所以凡夫是不可能不动心的 只有真道出果虚陀还 还有出地欢喜地菩萨 你的心才不动 好那讲心不动是什么 看这里 我先拿镜子 对不起啊 跟大家接一支花 黄色的花 看这里 我现在镜子放这里 看这里 我花现在放哦 这边 假如我靠近一点 你看花就变成大朵了 镜子里面 我花呢离远一点 你看 它就 花的镜子呢 镜子里面的花 就小朵一点 再看一遍 我靠近一点 它就变成大朵一点 我拉远一点 它就变成小朵一点 这个花就是我们的妄念 我们的妄念会跑来跑去 因为我们生活在有时间跟空间里 讲心不动是什么意思呢 叫你的花很专注 看这里 因为你这样一直晃 一直晃的话 它影子也不清楚啊 你不晃的时候 你花很清楚的时候 你的影子也很清楚 所以讲不动是什么 是讲镜子本身 真心真的不动 然后吗 金刚经讲如如不动 它是讲真心 如如不动 是不是指望心 你看 花因为我的手会动啊 我们凡夫生生世世啊 对不对 昨天在办公室啊 今天晚上啊 这是国庆日啊 晚上来讲经啊 但明天要 晚上要回去啊 明天要做工啊 你看你的念头是跑来跑去的 所以你会动 可是这是幻觉 为什么 因为花啊 最后也会枯萎的 所以讲不动 是你的真心 你看我的镜子 师父的手没有动啊 所以你必须要很专注的 透过这个妄念 休息 很专注 不要散乱 清清楚楚 当你的心很宁静的时候 你真心啊 它就会反射 这时候你真心才会取作用 所以当你做静坐 到妄念完全停止的时候 不是什么都没有 真心它就现前了 它就像我常常批语的 另外一个 太阳被乌云遮住了 对不对 你看不到太阳光 可是当太阳的乌云 乌云怎么样走了呢 被风吹走了时候 万丈光芒的太阳 本来就在那里啊 了解吗 所以不是叫你念头 不要动 而是叫你要专注 不要散乱 清清楚楚 所以禅宗的说 吃饭的时候吃饭 睡觉的时候睡觉 问题是什么 我们吃饭的时候打妄想 睡觉的时候做白日梦啊 了解吗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 所以这位联友问得很好 心不动是指你的真如本性 自然显现 就像我刚刚的镜子 我的手没有动啊 没有动的时候 当它擦干净的时候 它就会反射 骗照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真理 你现在不一定接受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还没有 修到那个境界 但是你真的有慢慢透过 调伏你的心的话 你就会知道 心中的宁静啊 是很不可思议的 那是超越语言跟文字 甚至超越科学的范围 好 再看下面 翻过来 94页 打成一片 举一个比喻 各位老菩萨 我在寺庙 初一十五呢 你要做包子的时候 做面的时候 你会擀面粉 对不对 做水饺 做包子 做馒头 你看 你有没有看过 擀面 擀面粉的时候 要打成一片 擀皮 对不对 你要把它擀成平平的 翻过来 翻过去 你为什么要一直搓 就是要把它面粉都磨平 接下来 你撒面粉的时候 你要撒均匀 假如你撒得不均匀的话 待会赶出的面皮呢 就是不好看 也不好吃 用这个屁欲是说 打成一片 是在刚开始 你的确有动 跟近 跟非近 跟非动的 这个间隔差别 可是呢 慢慢当这个大觉 你感觉呢 没有差别的时候 你的念头 就会打成一片 都非常的宁静 接下来再看 注意现在宁静 有分两种 请做一个一记号 也看幻灯片 一个叫造作 一个叫不造作 造作就是什么 你要用力 用一点心看 比如说举个例子 来 我示范给你 现在 师父前面有法轮 我有近视 看这里 我近视很深 我现在看不到你们 对 就像梦一样 那假如我要看的话 我要很用力 看 我要很用力 我才会看到个尖端 而且我很靠近 这个叫做造作 假如没有近视的人呢 对 他根本不用戴眼镜 那我没有眼镜的话 就看不了书了 对不对 我近视是蛮深的 而且还会有闪光 这样我拨下来的话 我跟讲 我连楼梯都看不太清楚 所以看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用一点心 这样用力看 这个叫做造作 也就是说 你要用你的心 而且很专注的 稍微用力看 这叫做有造作 无造作是什么呢 无造作是我坐在那边 我不看法轮 注意看 看这里 我眼睛闭起来 一想到 我脑筋里就有一个法轮 自自然然 透显写线了 这个叫做不造作 我用这个避欲 是让你知道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简单地讲 就是说造作呢 就是要特别地用功念佛 或看自己的念头 你的心才会宁静 假如你离开了佛号或咒语 或你离开了禅修 你的念头就很散乱 所以你要像管你的小朋友一样 眼睛特别地看着他 有时候顽皮的小朋友啊 你不看着他 对不对 待会他就跑出去了 你的念头也是这样 第二个 不造作是什么 他功夫很深很深 自自然然 他就水到渠成很宁静 所以一开始修行的时候 一定有造作 没有关系 慢慢你学会了 你控制自己的念头 他自自然然就会变无造作 再举一个例子 有造作跟没有造作有什么不同 举一个例子 像很多的寺庙或公园 都有定期的喷水 有没有 你们因为公园里面 有很多绿色的植物啊 还有草坪啊 你要浇水 新加坡夏天的时候是真的很热 你不浇水会死 所以你变成了故意固定 每一个小时他就喷水 每一个小时他就自动喷水 这个是什么 有设定功能 这个叫做有造作 第二个无造作是什么 他一天24小时都在转 根本不用你去关 他就一直在转 一直转 所以他自自然然的 了解吗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前面有造作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能跟所 有细微的能所念头 无造作的话 他功夫比较深 无造作请做一个记号 很重要 尤其在金刚串里面 无造作的看你的念头 无造作的虔诚 无造作的恭敬 所以无造作就是什么 不要假假的 自然跟真诚就可以了 再看下面 第五类 能所对立的念头 请做个记号 今天是国庆日 你们没办法去看烟火 对没关系 我已经准备很多烟火的照片 待会给你看 假的烟火 Firework 好 能所对立的念头 请做个记号 这是让你 从凡夫进入圣人 一个很大的关键 前面讲宁静的念头 当然是很好 告诉你 道教 乃至于印度的婆罗门教 很多高级的于且事 都可以修到第四个念头 第四个阶段 可是呢 你唯有了解佛法的波尔波罗蜜 你才知道 能所的念头要斩断 什么叫能所呢 就是有一个 比如说我坐在这边 有一个能讲经的新红诗 有一个能听经的在座各位居士 你就有能所 也就是你要subject and object 那假如subject跟object 这个能所对立的念头都没有的话 它叫non-jewisdom 叫无二的智慧 所以心经里面常常讲说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解 那个就是讲无二的智慧 那就是超略能所的对立 请专心听 这一段有一点深 不过呢 你要知道要从哪里去用功 好 第五个 能所的对立的念头会消融的 能所的对立 假如你很强的话 你会很苦 为什么 自己跟别人分得很清楚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跟老公跟老婆结婚了 以后请问你的财产怎么分呢 讲好的话 一人have have分好 假如老公跟老婆呢 偷偷不跟你讲好 对不对 你每天就会大眼瞪小眼 你看他又领薪水了 他又不讲话了 对那你就会很不高兴 为什么 你觉得你跟他之间的财产 没有讲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能所的对立 对你来讲 还是很强 自己的钱跟老公的钱 还是分得很清楚 所以 有一种苦是什么 能所的对立很强 自己的孩子 跟别人的孩子 分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也很痛苦 那你会说 师父 难道我们不要分清楚吗 假如以开悟的角度来讲 能所对立的念头 越淡的话 你会越容易开悟 请看 为什么呢 当能所的对立 比较弱的时候 你会觉得外在是透明的 外在不是真实的 就像你搭上了MRT或Subway 你觉得所有的人啊 都好像假的感觉 透明的感觉 不是真的 就好像物理看花 举个例子 那时候我讲的时候 是在6月11号 前一阵子呢 是刚好台湾有情人节 跟元宵节 大家有灯火 我待会给你看灯火 用烟火来比喻 能所的对立 请看 假如你从上面 这边烟火这样往上放 咻 蹦的一声 它就有很多图片 而且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音乐 对不对 圣淘沙里面还有水舞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吗 然后呢 假如你现在是一个巨人 当他在放烟火 Firework的时候 咻 蹦的一声 你手去抓 什么都没有抓到 对不对 所以能所对立 就像这样 它会显现 但是没有真实的实体 你会觉得 坐在旁边的人啊 它存在跟不存在 就像梦一般 看宽灯边 对对 我要把重点调转 存在跟不存在 就像梦一般 注意 它不是呆呆的 我再强调一下 禅修是正念分明 清清楚楚的 好 请看 如梦如幻的烟火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全世界 有festival 或是跨年的时候 全世界都喜欢 烧钱 碰 很多钱啊 对不对 新加坡明年 又要加两块 是extra tax 又要加两 每一个国家都这样 台湾也是 待会给你看101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漂亮的 漂亮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对不对 你看烟火的时候 全部人带小朋友去 很开心 对不对 大家就看 倒数 对不对 10 9 8 然后一直到 1 0 砰 一声 Happy New Year 一年就过了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啊 可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这么高兴啊 对不对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不高兴 而是从这里起啊 你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烟火是虚妄的 再看 很漂亮吗 它花了多少钱啊 可是我们不知道 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烟火 因为我们啊 我们喜欢那个虚妄的美丽嘛 刹那变永恒啊 不是很多标语都这么写吗 再看 烟火很漂亮 对不对 你现在也看到你的烟火 对不对 好那我先问你 现在幻灯片的烟火 跟外面的烟火 哪一个是真的 老菩萨都会说 没有一个是真的 没错 你就是要生起这个智慧 那我请问你 旁边的脸友 对你好跟不好 为什么你那么执着呢 其实那也是假的啊 讲假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说没有这个人 注意听 讲假的是说 你要断除你心中的执着 佛法在厉害的地方 是在断你心中的执着 佛法不是否定外面三合大地的一切 这个地球永远有地球 永远有众生 有无量的世界 无量的空间 对不对 不管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这个世界永远是carry on 继续的 可是想啊 你要想从这个轮回当中 要出离啊 你要先从心里面去修 而不是去外面 所以注意听 佛法从印度 传到中国 传到西藏 传到全世界 你会发觉 佛陀并不发展 science and physics 不发展科学 也不发展物理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跟物理啊 它是有极限的 佛这么有智慧 难道它不会发展太空梭吗 可是我们把所有人类的智慧跟知识 都往外面物质去发展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的内心 所以 看下面换灯片 高雄元宵节花灯 对不对 我们都很多很可爱的东西 对不对 小朋友都很喜欢啊 我们大人也开心啊 这些都是假的 为什么大家这么开心 英文讲make fun嘛 对不对 其实那我问你 假如没有这些元宵节的花灯 难道你的心就不会快乐吗 再看下一张 对不对 你看有可爱的 还有龙船 对不对 这些都是假的 还有闪 加上音乐 再加上灯光 我问你 新加坡 这个盛陶沙 对不对 水舞 我很久没有看了 我是十年前 在这个 眼陪老和尚 在光明山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新加坡 那时候我看过一次 现在我都没有时间看 人家问我说 师傅新加坡好玩吗 我哪有去玩啊 我都来闭关啊 早上打电脑送金 下午会课 晚上讲金啊 对不对 老师说 对我来讲就像一场梦 有出去跟没有出去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好 我现在问了 你看水舞的时候 那么漂亮 对不对 它可以拍各种的动作 然后再音乐 对不对 是很高的技术 可是我问你 水舞是真的吗 回答我 真的还假的 蛤 你们都会讲假的 可是为什么还去啊 请问那个 圣陶沙现在要付门票吗 要啊 哎呀 你那个门票 干脆供养三宝 不是更好吗 没有开玩笑的 当然你还是很 欢喜心的 带你的家人 但是我要跟你说的 为什么人类对这种 既然你知道它是假的 为什么你会喜欢 其实你内心 是把它当真的 这是说真话 为什么我们大家 人类要花这么多的钱 对不对 Firework 全世界跨年晚会 日本的东京 美国的伦敦 对不对 美国的纽约 台湾的新加坡 台湾 对不起 新加坡首都 对不起讲太快 台湾的台北 香港 全世界的首都 为什么都要跨年晚会 而且要请这么多歌手 来唱歌 对不对 其实我们人类 常常创造在 自己假的世界里 跟欢喜的世界里 其实那都不是真的 可是你学佛以后 你的想法会不一样 师父不是说 学了佛以后 好像我们就不要去 看灯火 不是 而是你不要把它当成 真的永远 抓在你内心里 那你会很痛苦 好的东西 你会很痛苦 坏的你也会很痛苦 我们人生的时候 也很多遭遇 就像梦一样 就像烟火一样 所以慢慢学佛了 你越宁静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好的东西 你也不会太兴奋 坏的东西 你也不会太难过 为什么呢 好的跟坏的 最后都是不存在的 这就是波尔波罗蜜的智慧 好 所以请看 请看94页 24行 所以注意听 当能所的对立 升起的时候 你所产生的感觉 对不起 当能所对立 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 而你知道 它可以消融的时候 一切的东西 会变成是很透明的 一切是不存在的 而且很柔软的 你的念头 是清清楚楚的 举一个例子好了 假如你的老婆很喜欢念你 被她念十年二十年 一直念一直念 每次念的 你说随她念吧 有念跟没念 你讲实话 一般人来说 你对这个声音已经麻木了 可是呢 你已经对她的声音 不太感觉了 高兴或不高兴了 或是你的老婆 还继续骂你 老公啊 我骂你也没在听 有有有 好吧你继续再念吧 因为她不念了 她不高兴嘛 今天晚上你就要得睡沙发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问题是 为什么老婆会这么生气 一直继续念 因为她生气 她把她当真的 那老公呢 我不是叫你说 一皮天下无难事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你对于声音外在的感受 不要加上强烈的判断 不要加上强烈的标签 这样子 你才不会那么痛苦 不要每天一直念 那不发疯才怪 对不对 再看下面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常常修 能锁的对立念头 比较淡的时候 我举的是对我学生说 在台北市 就算你在新加坡哪里呢 最有名的 Archero 你去试试看 礼拜六礼拜天 这么多人来 有时候你走一走 就觉得 好奇怪 我干嘛一个人在这里走 其实我也没有要买东西 我就从Archero的第一家店 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到最后一家店 请问要走多久 对不起我没走过 听说要一两个小时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走 其实人会觉得孤单 或是寂寞 有人说呢 因为那边有很多帅哥美女 可以看 好吧 那你就去看吧 那有一些人说 哎呀师父 礼拜六礼拜天多无聊啊 对不对 在家里很无聊 我干脆去那边看一看 不买我也很高兴啊 尤其很多老菩萨都这样 这个多少钱啊 看一看 那太贵了又放回去 继续走下一家 那再看看 哦这个很新鲜耶 老板这个多少钱啊 可以杀价 杀了半天呢 老板要卖你的时候 哼 我不要 没钱 他又走了 下一家 那我问你 为什么你从早到晚 就在Archero一直走一直走啊 你到底为了什么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呢 好 假如你修禅修的人 注意听 你会一直走一直走 全台北市啊 你就觉得你一个人 请看幻灯片 你不会恐惧跟不安 一般人一个人的时候 是很会恐惧跟不安的 比方说 这场讲座之前 我住在静明佛学社的法师寮 晚上的时候呢 大概只有一两位工作人员啊 住在那边 其他的人都回去了 主席啊 跟秘书长 全部都回去了 有一天秘书长问我说 师父你会不会怕啊 半夜没有敲你的门啊 我说我半夜睡都来不及了 哪会呢 没有人敲我的门吧 你会不会怕啊 不会啊 他说师父 有很多那个呢 那个呢 我说他就来啊 我出了家 我不会怕这些啦 来了 我跟你做朋友啊 他就来这样子的话 我跟他讲 耶 nice to meet you again 他也有佛性嘛 那问题是什么 因为你觉得 注意听 你觉得他会伤害你 所以你有能所对立的念头 你就有恐惧跟不安 了解吗 你 我再讲一遍 你觉得他会来伤害你 你有个我被伤害的恐惧跟不安 所以你要训练 注意听 我教两个方法 听过的人专心听 没有听过的人也要专心听 假如在很多很多的人当中 你反而要观想一个人 你的心比较宁静 比如说你先来参加法会 很多人啊 非常的庄严 可是一进到大殿 你就观想 大殿全部是空的 只有你一个人 这样的呢 你的心才会定下来 你不会受外面联友的干扰 当然碰到联友不是不理他 也不是不礼貌 而是说 你的心不要受外面的境界影响 对不对 一般我们来联友呢 除了个打招呼之外的 哈喽好久不见 哈喽你儿子怎么样 你老婆怎么样 那叽里瓜拉的讲没完的 我现在讲是禅修 不是说这个不可以 而是说你试试看 在很多人的法会里面 你就观想 这个大殿只有我一个人 你心就会定下来 反过来注意听 假如你觉得很孤单 很寂寞 你在家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尤其现在大家新加坡都流行 单身贵族 Single Loyal 对不对 And very rich Not poor 对不对 你都喜欢一个人住 你会不要人家管 可是你一个人住的时候 你会感觉恐怖不安 注意听怎么样 观想 佛菩萨全部都在虚空 这个世界有横河杀术的佛教徒啊 这个世界有横河杀术的修行人啊 你并不孤单啊 观世音菩萨 莲池海会 一切的诸佛菩萨都在虚空里啊 你这样观想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很乏喜 你不会恐惧跟不安 所以假如你禅修继续用功的时候 再看下面 这个全世界你感觉只有你一个人 可是你还是继续走 在路上走 你知道你要去哪里 你还是清清楚楚知道你的目的地 而且你的感觉只有你的念头 很好 只是修行非常好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觉寿 但这个觉寿记得不是要去抓 下次明天呢 我就故意呢 好 今天礼拜天 对不对 下个周末呢 我就故意戴个黑墨镜 黑帽子 全身黑的 就去阿秋洛走走看 对不对 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以 你可以试试看 好 再看下面 关于你的身体 看94页 28行到95页 你的身体啊 透过了这样的禅修 就慢慢不会那么出众 病痛也越来越少 心也越来越宁静 你也不会觉得呢 你的身体好像出众的存在 慢慢慢慢的慢慢的 日积月累的用功 那你的念头就会进入 不造作的显现 最后就进入完全清静的念头 就是第三个阶段 叫做无波的大海 海有时候它还是有波浪 风吹的时候 它还是有一点点波浪 假如台风来的时候呢 那海浪是很可怕的 打算心很宁静的时候 它就像无波的大海 这时候你是自自然然的心 就更宁静 清静的念头的修持 这是很高的 清静的念头 不像我们一般比喻说 就像水那么清静 它是完全全面性的 自然性的流露 而且是无造作的 好 到这里 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归纳 第一 你必须去掉 负面的恶念 贪嗔痴 请换换灯片 第二 善念 要不断地做功德 但是你有所求的念头 也要去掉 昨天还是前天 我讲了一个 马来西亚的例子 不是吗 他就很执着 一定要在我面前发愿 那个就是有所求的念头 这样的念头也要去掉 为什么 因为有所求的念头 会障碍你开悟 为什么佛教你 一层一层的去掉 举个例子 有点像什么呢 竹笋 你知道吗 你们要吃蔬菜 有没有竹笋 竹笋呢 一定最外层呢 你会比较深 就把它剥掉 第二层你再剥掉 然后一直剥 一直剥 你才看到损心 对不对 修行有时候就像竹笋 一层一层要剥掉 所以坏的东西不要执着 好的东西也不要执着 第三个 悲伤的念头也不要执着 请看幻灯片 因为过度悲伤 会让你入断灭 你又觉得哎呀 活的事没有什么意义啊 人也不要活了 对不对 你就会动自杀的念头 你觉得人生太苦太苦 其实活下去是很有意义的 你想想看 多少的医院得了癌症的人 对不对 多少的家人 你愿花呢 好几万的新病 或好几十万的新病呢 把它面救回来 为什么 生命是很可贵的 但是第三类 假如你不了解道理 又没有老师教你的话 悲伤的念头 会让你进入忧郁症 最后自杀 最后呢 你就了断自己 这是很没有智慧的做法 第四类 宁静的念头 也不要刻意去执着它 所以我们就要进入忧郁症 就要进入忧郁症 就要进入忧郁症 就要进入忧郁症